哈喽,大家好啊,我是面具男 然后经过我的调整啊,终于知道为什么视频是偏的啊 终于知道视频为什么是偏的,这样的话可以继续给大家录制 但是我只能通过屏幕来判断了,所以说我太好把握这个距离 所以我在这儿,没办法,只能这样吧,贫穷限制了我的能力,对吧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不是刀的视频 是一个刀具配件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有一款比较喜欢的刀,是这个叫XM18 在网上吧,有一款贴片,在网上有一款贴片 它的这个贴片呢,怎么说 叫凯撒制作的啊,凯撒制作的贴片 我们来看一看 凯撒制作的这个贴片啊 只是让我,我之所以给大家做这个视频 做这个视频啊,是我感觉是比较大脸的一次啊 对我是比较大脸的一次 然后首先在没拿到这个贴片之前啊 我看网上,对吧,从网上寻找这个贴片 我一看一个国产的贴片,还能做到多好啊,对吧 我说想买卖到能卖到什么价格 我就在一直在想啊 卖到一千多,我想这怎么可以 卖到一千啊,九百 这怎么可能啊,对吧 但是,真的就是大脸啊 天外有天,人为有人 我拿到这个贴片啊,通过某些渠道收到了一个啊 然后用比较低的价格收到了一个 然后拿到手之后,我觉得啊 这个九百块钱是真值,对吧 这个是绝对值九百块钱的啊 然后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贴片啊 凯撒的标志,凯撒的标志 然后这边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个贴片型号是XM18的啊 XM18的 嗯,表面呢,这个应该是叫 这叫什么,叫陨石坑 啊,石纹,陨石纹 陨石坑纹啊 或者叫淡坑纹 应该叫陨石坑纹吧 然后表面看着是 可能有密集恐惧症的啊 比较难受啊,但是 一上手一摸,哎,这感觉 非常的温润这块贴片,知道吧 就是有一种玉的感觉 这虽然是块太,太贴片啊 但是做出来一种玉的感觉 就,让我握在手里面,哎 就,情不自觉的去把扮它了 成了啊 现在我还没有安到我的 刀上,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个贴片啊 做工怎么会这么好 真的是做工,让我大吃一惊啊 嗯,拿到这个贴片,拿到手的第一感觉 就是两个字,卧槽 国产这么牛逼 真的,然后 有了这个之后,我想我可以放弃 新德勒的那个原厂的那个铁片啊 原厂的铁片 网上卖的是比较贵的啊 你找代购,然后拿到手的话 一般得 嗯,一千块钱吧 最少最少的一千,一千左右啊 最少的一千左右 我感觉,这个铁片跟那个铁片的价格差不多 但是质量这个,我感觉呀 质量做工方面真的是 无敌的这一款 这款铁片真的是无敌了 到手感,包括我单独就是握着它啊 握着这个,这个这个铁片的手感 就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包括它的这个防滑效果啊 不要看它这种凹凸 起伏不平的这个面 手上去是非常的舒服的啊 非常的舒服 包括它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啊,全部倒脚啊 全部倒脚抛光 进行就是非常的 没有一个棱角这块铁片 所以说我感觉像拿在手里 像拿到一块玉一样啊 很舒服 很舒服,真的是很舒服 这个铁片 这是让我打开眼界啊 真是打开眼界 感谢这个凯萨啊 这么强的这个能力 如果它做到的话 如果凯萨做到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住一把啊 这个这个加工能力实在是太牛逼了 真的太牛逼了 然后这个铁片是深深的 让我感受到了 国产的力量之强大啊 力量之强大 只要你砍花钱 对吧,国产做出来的东西 不一定比国外的差 然后非常喜欢这块铁片啊 我有计划要再收一把这个 凯萨的这个铁片啊 有计划再收一把凯萨的铁片 然后 好好体验一下它这个感觉啊 真的太舒服了这个铁片 真的是 好,这个视频比较短啊 没有给大家介绍到 主要就是介绍一下我今天收的这个 才收到的这个这个这个铁片 然后 还有把视频调整过来 我说嗓子实在是说不出话了 已经快感冒了 好,视频就到这啊 视频就到这 然后 希望大家就是对我的那个视频 多提意见啊 因为我说个 说一下我自己吧 在这 反正现在没睡今天晚上 嗯 就是我是一个导游啊 玩了也几年到了 也有几年到了 反正是 嗯,但是吧 经济能力以前一直跟不上啊 就大学刚毕业啊 大学刚毕业 大学里面 其实接触的比较少啊 大学跟毕业才正式完的 我觉得吧 算毕业正式完刀 以前只是玩玩三日末 就是那种低 低端的小量产啊 国产的 之后就是慢慢的 入了这个 国产进攻的坑啊 然后又慢慢的走上了这个 呃 量产的 对吧 这是个进口量产 嗯 对这个刀的啊 有一些玩着玩着吧 就有一些理解和感悟啊 嗯 对一些手头有几款刀 给大家就是说展示一下 嗯 玩刀嘛 这个本来就是 比较寂寞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还有把这个 要把自己的乐趣 心得啊 就告诉大家 然后大家都去看看 对吧 都去了解了解 嗯 嗯 手头的刀不多啊 我手头的刀不多 呃 并且低端的还不少 国产低端的不少 没办法 没钱啊 因为我是 玩家吧 然后 个人能力有限 然后不可能就是说 每一把都都都都都能过手一遍 对吧 那也不现实 我这边并且也 有快递问题 我只能收不能发 对吧 只能收不能发 嗯 所以说 嗯 还是 可能就是 我会更新视频吧 就是等我买刀了之后 我才会更新 更新刀的视频 期间的话 我会更新一些 别的东西的视频啊 就是 类似于一些 比较好玩的 我之前入过一些 坑住的 比较浅的一些 一些东西啊 比如一款打火机 对吧 比较好的 好用的打火机啊 然后我会 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到时候 嗯 这个 这个先 这个视频 就先不多做介绍啊 主要就是 讲刀啊 主要玩的还是刀 最喜欢的也是刀 嗯 好 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啊 主要是测试一下 嗯 说一下这个 铁片这个事情啊 主要是说这个铁片的事情 然后 另一个就是把我的视频 这个 给横过来了啊 然后我前两期视频就是 嗯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他竖着 这里终于找到原因 把横过来了啊 然后还是比较高兴的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感谢大家